大家好 下面我和大家分享 中国古人对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的解读 视频内容取材于古籍 民间传说尽供参考 1.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的民间解读 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暗示会有亲切离世 如果断的是全古代表死者是男方家的亲戚 如果断的是下额古则代表死者是女方家的亲戚 出行的人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 坏的情绪会朝他袭来少外出为妙 上学的人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 欲试其半数可母成绩欠佳亦多努力 怀孕的人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 生女 生女 生男 肾防动土 动胎气 本命年的人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 欲有喜气洋洋之事时 须肾防乐极生悲 肾防观思 恋爱中的人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 虽有不顺畅 但稍有化解僵局 慢慢沟通之后婚姻可成 做生意的人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 在经营顺利的时候 需防范突发的变局 对突然的转变亦冷静应付 否则损失会很大 2. 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的原版古籍解读 我们看一下梦林玄解 关于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的解读 梦两全露骨胸 当全夫妻体 左露东与南 右露西何女 国事非一身 梦见在心里 梦两全有眉毛 急 主眉寿无将之照 又为良谋得权之相 梦全画出鱼头 大吉 当全财力有鱼之照 功名岁 财力薄 病体苏 求子生男 梦全上生窗吉 生窗街 急 当全昌盛之照 梦全上生蝴蝶 凶 主被人害 梦全上生梅花 即 少年梦之有喜事 贫人梦之有际遇 病者梦之得抗戒 梦全上生人头 大吉 主威震天下 梦全古耸突 大吉 梦此一时全胜 应验当全 有荣有辱 三 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的遗迹和周易五行分析 一 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 遗修理居家器物 是遗室内断裂 遗主动买单 即 即撕舍 即野锤 即听相声 周易五行分析 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 即 集想色录 是橙色 幸运数字是酒 桃花位 在西北方向 柴位 在正东方向 开运食物 是芹菜 梦见全古或下额断裂的心理学解读 先看梦境解说 梦见谷代表了事物的本质 这个梦暗示你不要被某些人和事物的表面猛骗 要提高自己的洞察力 精神象征碎裂的谷象征你的致命弱点被发现了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